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做得肮脏事 还指望我再重复一遍 本王心中只有洛凡 他明日便入王府 你最好安分守己 否则即便魔后宠你 本王依旧会修了你 洛凡 那是谁 要是可儿醒不过来 本王定会让你感同身受 等 等等 这是什么 和他两情相悦 就算你以为娃娃亲嫁给她 她也不爱你 这些记忆并不是我的 就是她 把可儿小姐推下去的 对 是她 就是她 看来这个园主过得并不好 那个王爷不爱她 还遭人无限 啊 想要挽回丈夫 就像春药什么的 园主还真单纯啊 郡主 你没事吧 郡主 你的脸 这个 你放心 郡主 你要是难过 就哭出来吧 有什么好哭的 不过 是该认清现实了 郡主 无妨 这下 日后我改了性子 旁人也说不得了 我真是天才 不过 我究竟 为何会变成杨洛依 又是谁 推可儿下唬陷害我的 看来 得先去见见那个昏迷的可儿才行 记忆中 可儿住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杨洛依 你怎么会在这里 真倒霉 偏偏碰上他在 郡主 快行礼 王爷 我有话与你说 本王与你无话可说 等等 小心 王爷小心 小心 我来托住他 你快走 来人 抓住行刺者 本王又活的 郡主 你受伤了 不碍事 只是划伤 束手就擒吧 王爷 小心 王爷 郡主 不好 他的情况 似乎很不乐观 不要怕 我现在先为你治血 我这有尖床药 立刻去查 到底是谁要杀本王 是 这个时代 还在用金创药 不知道 能起多大作用 王爷 请容老臣 为您 请容老臣为您 证据 不急 劳烦 御医先看看他 本王要他活着 放心 他没事的 你不怕血 我怕 但人命关天 啊 好险 差点暴露了 杨鲁医可是 近血就孕 王爷 微臣 还是先为您治伤 先救他 王妃自会替本王包扎 他又想做什么 扶王爷进去 打水 准备剪刀 和干净的布 好了 王爷已无大碍 休息两天 就没事了 先给自己随便摸摸 回去再说吧 你过来 王爷既已无事 我先回去 换身衣裳 失陪了 谁知道你要做什么 故意才会过去 醉个女人 还好伤口不深 不然耽误这么久 非非他害死不可 郡主 您不怕血了吗 当时已经顾不得起他了 现在回想起来 还有些害怕 你们拿着王妃的衣服 做什么 王爷说了 让把这身衣服 送去洛帆姑娘那 什么意思 你还不懂吗 胡闹 这可是 这可是 好难受 郡主 为什么会这么难过 杨洛依 这是你的感情吗 瘟疫 瘟疫 你是谁 你的声音 我好像在哪听过 瘟疫 你该好起来呢 等等 你是谁 郡主 您终于醒了 您都昏迷三天了 三天 难怪我头疼 小吉 陪我出去走走吧 是 是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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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妃娘娘来了 祖妃 应该就是杨洛依的妹妹 杨洛凡了 看来我刚好错过了婚礼那天 让她进来吧 姐姐介意 妹妹穿了姐姐的王妃长服 哎呀 这可是王爷坚持杨妹妹穿上 还说 在她心中 妹妹才是她的正费 哦 无法 我只是在看着绣钩 真是巧夺天工 这针法 简直能看成完美了 看你能装多久 是吗 得知姐姐病了 妹妹啊 特意给姐姐熬了药 里面都是些什么药 适合我喝吗 就是普通的补药啊 原来如此 既然是补药 那就赏给你 妹妹意下如何 哼 杨洛依自小身体不好 或者加了藏红花的药 无疑是自寻死路 莫非姐姐 以为妹妹要毒害你 怎会 我是见妹妹日夜伺候王爷辛苦了 你何必忽懒猜测 姐姐可知 你的生死不过我一句话 这药你若不喝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侧妃娘娘说这话 莫不怕传到皇后娘娘的耳朵里 可惜啊 皇后娘娘去护国赐祈福 年底才能回 什么 这下郡主该怎么办 既然如此 那就喝吧 哎呀 手滑了 可惜了 你 好 姐姐的意思我明白了 告辞 哎呦 为我的祖宗 您赶紧上床 躺着装病啊 是啊 他一定会去告状 到时候王爷他 没用的 就算我死了 他也不会放过我的 唉 还不如放宽心 先吃点东西呢 啊 杨洛依 嗯 是不是不闹个你死我活 你就不安你 竟然来得这么快 我可怜的点心 洛凡好心给你送药 你却摔了晚不说 还当众掌裹他一巴掌 你好大的胆子 你竟然敢欺负他 啊 他是这么说的 是我告的传 侧妃他不知情 是吗 那么 我用哪只手 打了侧妃娘娘 是 右手 啊 是这样打的吗 哎 你的脸居然肿了 那为何你们侧妃娘娘 还皮肤光滑 一色红痕都瞧不见 莫非 他的脸皮 比你还厚 奴婢可以对天发誓 奴婢没有说话 还请王爷做主 啊 你非要这么说 那我只好 勉为其难 做个实验了 妹妹 若正是姐姐方才真有打过你 那姐姐 甘愿受罚 啊 你 王爷 他打我 妹妹受苦了 幸得妹妹配合 拆穿了这丫头的离间计 这丫头就交给妹妹发落 相信妹妹 会给姐姐一个满意的答复 对吗 幸好姐姐明察秋毫 否则 你我便要被这小贱人 做欺骗了 难道 他认出来我不是正主 不过我是魂川 应该没那么快吧 既然是误会 你身边的人 确实是要好好管教 我们走吧 是 王爷 能否与您单独说几句话 嗯 得赶快想办法 见到可儿 还原主清白 本王没有什么要与你说的 你最好夹着尾巴做人 否则本王 绝对不会放过你 姐姐想跟王爷说话 除非可儿醒过来吧 只是 可儿会醒过来吗 啊 他是什么意思 诸葛神医都治不好 我看姐姐 就省了接近王爷的心吧 不过今日的耳光 她日妹妹 必当双倍奉还 此次那丫头没成功 大概 要被赶出去了 活该 谁让她做事这么很多 算了 事已至此 我们顾好自身便是 是 是 这种没有王爷 没有小三的生活 太悠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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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 王爷刚刚托人传话 晚上要带你入宫 快点起来收拾 是 绝不能被侧为娘娘比下去 啊 我的游在日常啊 不过 皇宫吗 真担心 会不会说错话呀 啊 转成这样 转成这样 又怎么上去 诶 王爷 咱们快上车吧 嗯 唉 还没进宫 就见了一出好戏呢 你还在那里磨蹭什么 皇祖母带人心河 你知书十里 又这般轻心脱缩 他一定会喜欢你的 呵呵 妾身哪里有王爷说得这么好 本王喜欢的女子 定是天下间最好的 这爱闹的女人 今日怎么这么老实 啊 这番繁荣景象 不愧是天子脚下 本王倒要瞧瞧 你能撞到什么时候 快到了 王爷还是去牵着姐姐吧 不然被看到了不好 还是你懂事 过来 快点 难道暴力霸道 女的奸诈恶毒 不愧天生一顿 一会儿你最好小心说话 否则 是 是 没想到 她的手会这么暖 孙媳妇 参儿叩见皇祖母 参儿 侯爷家两位千金 一个王妃 一个侧妃 你千万不能厚此薄彼 参儿定会遵从皇祖母的教诲 听闻 你为参儿去侧妃 闹自尽 简直胡闹 回去朝五十遍女责 消成大戒 是 洛伊糊涂 洛伊可以为王爷做很多事情 甚至为王爷去死 但洛伊 却不愿意把自己所爱 分给其他女子 哪怕是自己的亲妹妹 可看到王爷直到进殿前 还握着妹妹的手 洛伊陡然醒悟 只要王爷过得好 洛伊 便不该在乎其他 唉 孩子 起来吧 哪个女子 不是这样过来的呢 好孩子 过来哀家身边 哀家得跟你 好好说几句话 该死 这个龙莽刁蛮的姐姐 何时变了性子 哼 不就是装斯文嘛 谁不会啊 太后娘娘 这元王妃 怕要是要生了 天哪 她才七个月的身子 咀得这么快 就要生了 快 去看看 好好的 怎么会忽然早产 御医说她中毒了 为了孩子 不得不喂下催残药 好大胆子 究竟是谁 太后娘娘 趁愿王妃 晕过去了 为臣等 束手无策 不管你们 有什么办法 必须保住 不振愿王妃 若叶儿有什么事 本王该怎么办 若能生下孩子 王妃尚有救 只是 如今催产药无用 为臣等 无能为力啊 那如果扑父 把孩子取出来呢 闭嘴 王妃所言非虚 为臣 尚在古书上 看到过 但于医院 无人能做到 不好了 王妃出大红了 父皇 这 这可怎么办 叶儿她 皇祖母 父皇 请让我试试 若失败 我愿意自吻谢罪 一命排一命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皇祖母 求您让我试试 准备剖腹铲吧 你怎么看 洗衣服是你自己的 你做决定 孙儿 愿意让弟妹尽力一事 准备匕首 针线 高度烧酒 火盘消毒 还有剪刀 可有方法 让王妃没有知觉 可以封血 这样 能阻止毒素运行 那就开始吧 还需要御医从旁协助 是孩子的哭声吗 是吗 生了 生了 恭喜王爷 母子平安 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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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如何了呢 王妃暂时还算安全 但身上所中之毒 若不能解 可知所中何毒 不知 不知 不过 臣记得 前年修国进贡过一朵天山雪帘 这天山雪帘能解百毒 不知 父皇 哈哈哈哈 有救就行 赶紧派人去去吧 多谢父皇 洛伊 你救朕的孙子有功 朕要封上你 你想要什么 尽管说 这孩子与儿臣有缘 望父皇准许儿臣做孩子的义母 你是孩子命中注定的贵人 朕准了 洛伊 你救了叶尔和孩子 是本宫的大恩人 以后 但凡有人欺负你 你跟本宫说 本宫替你教训他 谢父皇母妃 叶尔 天山雪帘能解百毒 喝下去就没事 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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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羽翼 羽翼 发生了什么事 杨枝已经怪下去了 为什么还会毒血 天山雪帘 不是能解百毒的吗 怎么 反而中毒更深 怎么 怎么会这样 好大的胆子 敢在宫中下毒 来人 给朕彻查 快 准备盐水绿豆汤 还有黄芹灵芝糖 是 千万要撑住啊 你若走了 你的夫君会难过 你的孩子刚刚出生 你的父母承受不起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没有 没用了 没用了 没有了 月儿 美父带你回家 她是休克 不是断气 你怎能这样看着她去死 王妃 黄芹灵芝糖拿来了 你一定要喝下去 喝下去才有希望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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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小心 杨洛依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大概没吃东西 血糖低了 王爷快去忙吧 让妾身扶姐姐去休息 也好 你扶她去偏殿 张洛侦热食 是 妾身知道 我竟不知道 你懂得医术 我的事情 你并不是全都知道 正如我一直不知道 你原来如此讨厌我 唉 其实我对你并无敌意 只是上天 让我们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我对他已无感情 只要你别处处与我为难 我不会找你麻烦 哼 姐姐何时变得如此虚伪啊 你自小 爱慕王爷 否则也不会千方百计地嫁进王府 更不会因为王爷而处处刁难我 给我难堪 信不信由你 算了 你就一个人在这歇着了 原来古神女人的生命 当真如此脆弱 看来 我想要在王府不被欺负 被心发指人 稳住王妃之位才行 哦 如今当务之急 还是朕远王妃的病要急 先去太医院看看吧 参见宁安王妃 大家无需多虚 大家无需多理 我过来跟大家研究一下王妃的事 卑职的翻阅古籍 还是无法断定王妃所中何毒 与其花费时间查证何毒 不如查查有什么要能解百毒 王妃所言甚是 不知王妃有否听过灵草 灵草 您是猪干草 非依也 这种灵草生长在高山之巅 极寒之地 十分罕见 能解百毒 这本书是卑职师傅从苗疆带回来的 上面 记载这种灵草 叶子细长 叶齿 居形 墨黑色 叶子上有细小圈圈 圈范白色 啊 这种草药 我好像见过 王妃见过 太好了 是在哪儿见过 能采回来吗 我没见过食物 只是见过图片 还是当初 教授用相机拍回来的照片 嗯 能确定有就好 咱们继续翻阅大山杂技 看看哪里生产这种灵草 好好好 找到了 天狼山 这里记载 天狼山上 有这种灵草 王妃 您看看 天狼山生产药材 附近毒蛇猛兽其多 有近山打猎之人 时常中毒 后一名叫寒珠的少年 发现有种灵草 能解百毒 救了许多人性命 为纪念此少年 孤灵草 取名为寒珠灵草 没错 就是寒珠灵草 我马上去天狼山 我马上去天狼山 王妃不可 天狼山 毒蛇猛兽 多不胜蜀 且山风险峻 难以攀登 常人连山药都去不到啊 是我考虑不周 还请您随我 去禀报皇上 是 不行 高山之巅惊险弦异常 又有野兽触没 若出了事 朕如何跟侯爷交代 父皇 时间就是生命 拖延多一刻 黄嫂就多一份危险 这祸看我干嘛 父皇说得没错 天狼山之南 难遇上青天 你画下图样 三天之内 我会带回灵草 启禀皇上 微臣认为 宁安王妃 还是一同前往最好 混账 朕刚说的话 你都等二旁疯了 皇上恕罪 天狼山虽然凶险 但是有王爷在 带王妃上山 也不是难事 且虽有图样 但王爷不知灵草生长位置 更不懂得采摘之法 一旦破坏灵草根部 这天狼山上 这怕难以再找出 第二种 采摘还讲究法子 嗯 就如御医所说 求父皇让儿臣随同 儿臣保证 不会负累王爷的 既然如此 你带着洛伊一同前往 一定有护的周全 父皇放心 蓝玉医 还请您无论如何 保住王妃的性命 卑职 定竭尽所能 互助 朕愿王妃 停车 马上就出发了 你还想干什么 我知道 等我买完东西 就立刻出发 女人就是碍事 女人就是碍事 可以走了 不过就我们两人去吗 难不成你还想前呼后拥 你最好不要给本王惹麻烦 知道了 出发吧 驾 王爷王妃先歇一会儿 奴再去喂马 这个时候 竟然也有萤火虫 王妃没见过吗 这个时候萤火虫不算多 夏日时 河胖熊熊点点 忽闪忽暗 漂亮极了 可惜 如此漂亮的萤火虫 却只有五天寿命 你又是从何得知 曾在书中看到过 他们一生短暂 不知死后会变成什么 而人死后 又会变成什么呢 就如同二十一世纪的我 死后 却跨越时空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你到底是不是杨洛依 啊 你说什么 他在怀疑我 是因为这两天表现得太明显了 不是 不行 若被翘楚端倪 只怕会不得好死 接下来 还是谨慎行事为好 王爷 可以继续赶路了 估摸着 天亮就能赶到天狼山脚下 那就赶紧出发 你在山下等候 正午时分 玉林金会到 若两日内没见我们回来 你们拿着画纸 上山寻找灵草 是 如今虽是秋日 但是蛇还没完全冬眠 你最好小心点走道 王爷请放心 我会小心的 哼 怎么了 再走一段才休息 你两手空空自然潇洒 你有本事吐槽 有本事帮我背包吗 王爷可听见 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哪里有什么声音 四周寂静得很 大概是我听错了 过来 我们在这蹲着干嘛 这里怎么会有藏狼 狗鼻子很灵敏 大概已经发现了我们 一会儿有什么事 你不许出去 躲在这里就行 我明白 比起来正好 免得浪费本王时间 一条一条的才 快走 这些藏狼是家养的 若被他们的主人发现 图天麻烦 这荒山野岭的 怎么会有人养狗 这附近有山贼 你受伤了 没事 可以继续走 我说你 上山你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都是先能派上用场的 你在这里歇会儿 本王出去采些野狗 回来冲击 不用去 我这里有吃的 先喝口水 我问过侍卫 这山上一带水源不多 你还是杨洛依吗 王爷 何出此言 我这是怎么了 王爷 本王是怕你一会儿走不动 不是有心帮你 谢谢 本王不想被你负累 试试动一下还疼不 不疼就要赶路 没事了 继续赶路吧 早日找到灵草 以后尽快赶回 你知道就好 天色已晚 先找个山头休息 明日继续 也好 你看我干什么 你敢打扮我 我捣蚊子 蚊子怎么偏咬本王 我怀里穿着艾草 你 是故意的 你没告诉我 怕蚊子咬啊 按理说 早产应该在三四日之后 才会发生惶感 可如今这么严重 会不会是 确实有些不寻常 你留在这边照料 本官回去与诸位 商量一下治疗方案 御医 黄孙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娘娘 黄孙出生时 母铁中毒 如今 过早出现黄胆 我们只是担心 毒液入侵体内 不过 只是先做准备 黄孙福大命大 定会没事 请娘娘放心 本宫如何安心 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务必确保黄孙平安 娘娘 黄孙出生时的坎儿都过来了 如今也会无事的 但愿千儿和洛依 能够早日回来 灵草在潮湿岩石的地方生长 我们莫要走山路了 从这里爬上去吧 攀爬 莫说攀爬上顶 就连十丈 你都上不了 实践是检验这里的唯一标准 走吧 你停下干什么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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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救救你 快帮我把他弄走 早叫你不要跟来了 净拖累人 你真是好人 谢谢你 找到了 等一下 这株灵草四周杂草横生 十分麻烦 灵草容易枯萎 千万不能坏了根茎 黄天不负苦心忍 我们终于拿到了 这比应付皇后娘娘还麻烦 怎么回事 地政 不好 小心 杨洛依 杨洛依 该死的女神 谁稀罕要你救 杨洛依 你醒醒 谁已经吐出来了 为什么还不醒 杨洛依 你不许死 你听到没有 本王不许你死 不好 内力不济 好累 好疼 想就这样 睡一辈子 分毅 你命运多舛 但你行善积德 救人无数 是以命不该绝 本座能赐你第一次重生 自能赐你第二次 切记 将你毕生所学 造福万民 幸好 还有气 其实 你真的是一个好人 口硬心软 这 这是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手中 温良秀 是谁啊 算了 不管了 先看看如何能救醒宋云谦再说吧 哇 没想到 这些在现代都无法救治的病 竟然都能医治 虽然我这手从来没拿过金针 但起码学位还是知道的 但这荒山野岭的 你 唉 将就这用吧 你怎么样了 好些了吗 我们都死了 没死 我们都还活着 你说什么 你没死 你真的没死 太好了 你若真的出事 本王也不知道该如何跟父皇 跟你父母交代 谢谢你 刚才救了我 你没事就好 咱们俩人 一个也不能少 哼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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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哼哼 你怎么这么精神 对啊 为什么我现在感觉不到疼 难道我已经死了 快看看 我是暖的还是冷的 不是暖的 是烫的 跑得满头大汗 能不烫吗 我以为我死了 也不知为什么 觉得自己有很多力气 大概是你 输了内力给我 你是精神啊 我却像个病鬼 走几步就大喘气 不好 有人 我的宝贝们 是你们杀的 如今我内力为恢复 最好找个机会 让他先走 是我杀的 但是 是他们攻击我们在切 他们是畜生 本性如此 你们跟畜生 气叫什么 人受到攻击 反抗已是本性 一位爱欺负 岂不是连畜生都不如 哟 小娘子 伶牙利齿 我喜欢 就凭你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累个惨 竟然敢说老子长得丑 给我上 你赶紧逃 送灵草下山 我的侍卫都在山下等着 不行 我们两人一个也不能少 听我说 我还能拖一会儿 下山半救兵 才有机会救我 我明白了 哼哼 想跑 给我追 哼 想追 先过了我的箭再说 快 王爷有危险 快上去救他 王妃 这是他交给我的信物 你们赶紫苏 你们赶紫上山救他 指换是王爷的贴身之物 王爷曾言 指换一旦离身 代表他人已经遭遇不测 不 不可能 你在骗我 宋玊谦 你等着 我马上就去救您 快 跟上 这 这料子和颜色 是王爷的 王爷怕是凶多吉少了 长 火药见人 死药见尸 你命人快马加鞭送回宫 我约你们留在这里 是 你们其他人 宋云谦 孩子 你受苦了 司灵趁他们已经在找谦儿了 你放心 他一定会平安无事回来的 对不起 是我连累王爷了 傻孩子 你何错之有 你救了夜儿 却害得自己满身伤痕 也不知 也不知 你赢不知 我没事 你让我去找王爷吧 你去了又能如何 如今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等待 皇后所言甚是 如今一耳虽得救 可皇孙也不太好 你不如想想法子 救救安然 安然怎么了 御医说她黄得厉害 且这两日更是边吃边吐 哭得脸色都轻了 不行 我要去看看 万一是急性溶血就麻烦了 你浑身是伤不能下床的 可是 罢了罢了 我这就叫人 抬监鱼过来 送你过去 多谢皇祖母 黄胆分为两种 生理性黄胆 几日之后自动会消退 而病理性黄胆 则是身体出现了毛病 有可能是心胜儿容血病 心胜儿感染 胆道畸形 和心胜儿肝炎等 而最常见的 就是容血 你说的这些 哀家不懂 你说 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才能治好他 先把安然带去庭院去 让他晒太阳 晒太阳 可他现在身体虚弱 哀家信落医 将安然带去庭院 晒半个时辰 只好每日早上下午都要晒 我会跟御医们 商讨治疗方法 等等 黄孙最近排便可有异常 是什么颜色 是白色的 为什么是白色 不是绿色的吗 你给他吃了什么 这 这几日 黄孙只是喝奶 偶尔喝两口水 其余便再也没有 喝过任何东西了 黄祖母 我需要跟御医讨论一下 重新制定安然的药方 骆依 你能支持住吗 你自己 还有伤在身的 黄祖母和母后不用担心 我没事 我怀疑安然 是新生儿阻隔性黄胆 这是由于先天性 胆道畸形引起的 这种病会引起胆道淤积 文艺等方法 是用手术治疗 所以我建议 他因愿先开退黄的药 制定一套治疗方案 但若确诊是 先天性胆道闭锁 引起的阻隔性黄胆 爱人 怕是活不了多久了 但之前我们开的退黄药方 对黄孙起不到作用 是还没起到作用 当先先退黄 注意黄孙有没有发热 其余的 我没在想办法 非臣立刻开药 给黄孙服用 若保守的方子无效 就用阴沉 枝子 花禽干 金银花 一同熬水试试 王妃 武士 接下来就麻烦诸位羽衣了 有事派人寻我 王妃 您别怪自己 王爷一定会没事的 你不懂 她是为了我 王妃的意思是 所以 她是为了救我 才内力全无 这种情况下 遇上山贼怕事 杨露依 原来是你害的王爷 他若有事 我一定要你陪葬 对不起 我也想去找他 可是小黄孙这边 你放心 若她平安归来 我愿意离开王府 还你王妃之位 当真 是的 我见王爷一条命 他心中所爱的人是你 我愿意离开 谢谢你 怎么回事 杨露依 宋云谦 他没死 你怎么了 来人啊 快叫御医 去找皇上 他在山洞里 他没死 你是王爷 你说王爷在山洞 是不是 东南方 有巨石的山洞 他还活着 快去 救他 姐姐 都仔细点 附近没有 就再扩大范围 找到王爷了 在这里 天 允迁 允迁 哥 走吧 哥带你回去 是 成 醒了醒了 我的芊儿 母后 芊儿你放心 臣一定会神变明依 儿臣累了 父皇你们也回去休息吧 那我留下来陪你 不需要 杨洛依呢 本王舍命救了他 他竟敢不见本王 洛依如今还在昏迷中 怎么回事 难道他也受伤了 说来话长 能这么快找到你 也多亏了他 就是这样 御医说还好当时只是磕在地上 若是他处 怕是性命堪忧啊 与此前 我以为自己回不来时 喊着他的名字 而他 这是不是心有灵性 儿臣想去看看他 你现在还有伤在身 等洛依好了 让他过来看你 让儿臣去吧 不去扔他的安全 儿臣实在难以安息 唉 真命人抬你过去 啊 怎么回事 王爷对姐姐的态度 仿佛 变了 我明明应该厌恶你才对 但一想到你会死 杨洛依 你究竟是 宋云谦 干嘛 你这是 你吓死我了 还好你没事 你再不放手 本王要死了 你哪里受伤了 严重吗 你怎么不躺着 你以为本王是你 本王就算被人围杀 九死一生 两三日便能恢复 这个女人果然爱我 是是是 王爷英明神武 那是自然 等等 我睡了多久 安然如何了 不行 我得去看看 你才刚醒来 不许去 不行 安然的情况很危险 不许去 王爷一醒就过来看你 你却只顾着去讨好 镇远王夫妇 你为何不问问 王爷如何了 就是为了救你 他的双腿都废了 够了 是真的吗 大惊小怪 御医也没说绝对 你怎能说 本王双腿废了 御医自然不会把话说死 可他爱你成这个样子 你让我看看 你刚醒来 先休息 这事与你无关 是我既不如人 来人 送本王回去 我一定会有办法治好他的 这两日 王爷可还好 王爷吉人天下 只是可怜了那位上官御医 明日就要被处斩了 啊 为何 他是皇孙的主治御医 却迟迟不能抑制病情 皇上一怒之下就 黯然情况特殊 这本就不是上官御医 一人的责任 不行 我不能袖手旁观 王妃 你要去哪儿 找父皇 保住上官御医 洛伊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听说父皇 要处死上官御医 我是来求情的 胡闹 你别残喝这些事情 二人的病情特殊 根本不关上官御医的事 反而因为他及时开了药 二人才能撑到现在 这 好吧 我带你进去见父皇 太好了 不过最近灾祸频繁 一正四起 让父皇身为头疼 你一会儿说话 可得小心 好 麻烦王爷了 所以 你们是来为上官御医求情的 父皇 儿臣听说 最近灾祸四起 何不让上官御医 带罪礼工 请去灾区 控制一正 嗯 起了急着说 谢父皇 放了上官御医 一来 能帮到灾区百姓 二来 也可彰显父皇 爱民如子的人爱之心 如此 皇上的名望 自是大有弊异 洛姨言之又理 侯爷 果真是叫你有风啊 众生 赦免上官立死罪 令他 即刻前往灾区 是 皇上 洛姨 来至身边 啊 是 你瞧瞧 给朕点意见 儿臣不敢 朕让你看 你就看 无妨 你若是看不懂 就让云刚给你解说一番 不必了 儿臣看得懂 嗯 那你说说 对于赈灾一事 有何意见 赈灾一事 尽心便可 如今重要的是 如何杜绝这种情况发生 父皇能否把旱灾地区的地图 以及资料 给儿臣瞧瞧 可 父皇 不知公布大臣是谁 儿臣能否跟他谈谈 是 不方便吗 你不知道 公布上书 就是云琴 啊 糟了 杨绿仪的记忆里 完全没有这件事 之前 皇帝与洛依的关系一直不好 加上他刚上任 大概 没有跟洛依提过此事 圣儿臣不好 因着王爷取了侧妃 一直痒痒不快 啊 幸好有真愿王爷解围 自古男人三七四七 云琴腾腾王爷 又今公布上书一支 这外边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 你做王妃的 要多体谅才是 儿臣知道了 这事儿 儿臣想跟王爷商量下 也正好可借此 让他尽快走出来 去吧 正好公布的杨大人就在殿外 带着他一起吧 儿臣遵旨 杨大人在此稍候 我进去看看 是 云谦 你来做什么 若我说会治好你 你可以相信我 给我一些时间吗 不要给本王希望 本王刚接受了这个事实 你听过 蒙古吗 那里有一大片草原 一望无尽 我一直想到草原上 策马奔腾 追逐少年 啊 对了 我来找你 是因为父皇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难题 怎么回事 嘿嘿 这个嘛 就是这样 你会帮我吧 公布的杨大人 已经在偏殿等着了 你啊 以后可不要随便过问正事了 嘿嘿 保证不会再有下次 这些地区旱灾严重 但四周不满河流 何不开个挖渠 这确实是个办法 但却费时费力 王爷 你看呢 虽说一时费力 但却能一劳有益 这样 王爷 北支社就回去 连夜赶一份奏章 明日递交皇上 也好 若有一问 你再来与本王生意 王妃 皇孙不行了 您快随臣 去看看吧 安然 你不要吓娘 你醒醒 你醒醒好不好 若一 你救救安然 我求你救救他呀 快把安然放床上 好 好 安然 你要挺住啊 有用 这样的话 说不定那套针灸 真的可以治好安然 暂时没事了 你们都出去 我必须立马 给安然施针 那一切就拜托你了 我一定敬礼而为 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安然怎么样了 安然没事了 真的吗 只要好好调理就行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若一 若一 你怎么了 若一 玉姨 快 快救若一 她怎么了 是不是头上的伤加重了 王爷 王妃头上的伤 确实需要精心修养 但恐怕重伤之处 不是头上 你什么意思 王爷恕罪 微臣 可否看一下王妃腿上的伤 你的意思是 她腿上还有伤 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日 王妃从天狼山 被抬回来时 她的腿 就已伤 但后来 皇孙病重 年幼生死不明 而王妃 又无事的样子 微臣便忽略了 看 立刻 是 得罪了 怎么会这么严重 你是 赞下诸葛明 王爷专程 让我来府上 为王妃制伤 郡主 诸葛大夫 可是天下文明的神医呢 你的腿伤一定会治好的 王爷把郡主带回府上的时候 可急 多嘴 有劳神医了 怎么会这么严重 之前一直都没上药吗 之前御医 也曾为我上药 只是不知 为何这药敷上去后 越发溃蓝的快了 赎金 先得把发浓的部分清理了 这是什么药水 王妃放心 这是消毒用的 无毒 王妃 有些疼痛 我尽量亲手点 啊 为什么会不疼 没错 从一开始这伤口便不疼 难道腿上的神经已经坏死 可我明明行动自如啊 郡主莫要看 看了更好 这几日 尽量不要碰到伤口 若不是十分疼痛 也可以下地行走 睡去运行 可以加速伤口的愈合 确实不是很痛 下地行走 应该并无大碍 你敢下床 本王就打断你的狗腿 来人 台本王回书房 暂下 明日再过来 为王妃换药 多谢诸葛神医 王妃的腿伤 断加调养 应是能恢复的 只是你的腿 无碍 我已经接受此事了 不知你有没有发现 杨洛依和以前很不一样 的确 王妃的性情 与我半月离京前了解到的 大不相同 不知你有没有听说 朕远王妃难产一事 杨洛依 救了他们母子 医生是王妃 一生是王妃 竟不知 王妃医术如此精湛 哪怕是我 那抛腹取死之法 也是不敢尝试的 我也不知 我问过侯爷 连他也不知 而且之前上官一一获罪 他还貌似相救 实在很难让人不怀疑 怀疑什么 我曾问过国师 这世上是否有戒尸还魂之事 世界之大 流传着无数秘法 戒尸还魂 当然也是有的 如今的杨洛依 或许身体里 住的是另一个魂魄 君主 王爷说过您不能下床 没事的 我腿上的伤 已经不痛了 嬷嬷可知道 京中有巧手的铁匠吗 这个不太清楚 对了 小琴的爹 是做铁匠的 听为手艺很不错 小琴 就是当日污蔑您 被您掌握 后来被容府赶出府的那丫头 小 小姐 您 您想干嘛 嘿嘿 小琴 你躺在床上代替我 我有事 出门一趟 啊 郡主 求放过 王爷说了 您若下地 就打断腿 乖 松手 我保证天黑之前回来 和你 你 做成这样 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郡主 我们还是快去快回的好 小菊也瞒不住多久 王爷要是知道王妃这样跪跪碎碎出府 一定会打怒 郡主 这便是孝晴家了 不知王妃有何跪杠 你别误会 我是来找你爹打造一样东西 价钱不必担心 一定会比市面上的高 家里脏乱 还请王妃担待 辛苦师傅了 那我明天再来去 公子哪里画 这占 占历史轮椅是吧 虽然麻烦 但也不算太难 战里式轮椅 据说这款轮椅可以升高 让人成战里装 在现代已经研制出来 还没有大肆推行 莫非这人 虽然在下英俊潇洒 但姑娘也莫要一眼就爱上我呀 这位先生 虽然你弄错了 但能否留个电话号码 日后联系 莫非姑娘也是 以前叫朱文 现在叫朱方元 以前瘟疫 现在杨洛依 放肆 我家王妃 也是你能碰的 不错嘛 混成王妃了 你也是来找这铁匠 做东西的 嗯 我也是来盯制轮椅的 我家王爷为了救我 伤了腿 因此便换了轮椅图纸 想要做出来 竟是如此重情义之人 我的轮椅 明天就能做好 到时候柴人给你送过去 那你 我家有备用 你先拿去给你家王爷 多谢 今日时间有些紧 有些事 他日有空 我们再详说 好 我等你 届时可送信到朱千秋 老将军府上便可 嗯 一言为定 嬷嬷 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郡主 小点声 趁王爷没发现之前 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才不会那么快被发 呃 呃 先吧 不知府外何事 让王妃这般开心 不如 也同本王说说 天呐 竟然忘记从后门回来 嘿嘿 王爷怎么出来了 王妃能出门 本王就不能吗 呃 之前诸葛神医说过 让我多走的 可以凑进山口运河 我也是尊医主 在下只是让王妃在府内走动 并未说过可以出外 呃 哈哈 呃 那个 我也不是故意出府中 我 够了 你死在外面 都跟本王无关 来人 抬本王回去 你听我解释 我 闭嘴 回你院中去 本王不想看到你 郡主 王爷正在气头上 不如明日 我们带上东西 再来请罪 啊 也只能如此了 郡主 你慢点 要见王爷 也不急在这一时半会儿 我只是想把轮椅杂点给他 也好方便他行动 哦 郡主 听闻今日王爷事务繁忙 不如我们先回去吧 改日再来 啊 这是为何 都已经到了 啊 啊 此时就是不方便进去 待会儿你们把轮椅送过去给王爷 我先回去了 是 郡主 我真的已经不在意王爷了吗 唉 这哪是不在意呀 你哭了 啊 是你啊 你哪只眼睛瞧见我哭了 其实 你不该难过 诸葛神一日无事 我便先回去了 等等 你裙摆上 哪来的血 快让我看看 怎么回事 你的药呢 伤口如此严重 你也一点不痛吗 没有感觉 走 我为你止血止了 杨洛依 你在干什么 你还记不记得 你是个王妃 光铁画日下 你竟然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 你误会了 我们并没有 本王腿残了 但眼眉下 诸葛明 你还要拉着他的手到什么时候 不是这样的 云谦 你误 够了 宋云谦 乌鸦小猪黑 你以为自己能好到哪儿去 嬷嬷 我们走 你看看他那是什么态度 你真的误会了 他腿上的伤更加严重了 什么意思 方才 我注意到他的裙上的血 才发现他的伤口流血 而且伤口恶化严重 该死 他就这么不爱惜自己吗 何必如此心口不一 这是上好的疗伤药 你给他送去吧 要什么疗伤药 拿瓶毒药毒死他算了 郡主 别生气 王爷不过是口不择言 你们下去吧 我有些累了 是 不是只好他的腿 还了他的情 你们就再无瓜葛了吗 温依 你有什么资格生气 终于打通这最后一处穴位了 宋云谦的腿 有救了 你克制一下 别冲他发火 还是得去找他 温依 你在做什么 我只是 我一直不明白 为何你腿上的伤 总不见好 却没想到 杨洛依 从今往后 本王不想见到你这种 用自伤方法 来争成的女人 自伤争宠 我 你以为我伤害自己 来获取你的怜心 说在下直言 王妃这种方法 实乃下下之策 自伤争宠 你未免错看了我瘟疫 宋云谦 我告诉你 我 朱国明 快救他 快 王妃是怒火攻心 并不大碍 休息几日便可 他果真不是杨洛依 何出此言 方才他惊怒之下 脱口而出自称瘟疫 瘟疫应该才是他的本 他既不是杨洛依 却顶了杨洛依的身份 嫁入王府 莫不是 敌国派来的内应 如果他真的内应 应该致力于 和宫内人打好关系才是 怎会自伤祸仇 先静观其变吧 郡主 郡主 您终于醒了 身体好难受 可自己除了腿上的伤口 并没有受伤啊 莫非 是这具身体 排斥我的灵魂 看来 不能再脱了 小菊 我跟你说点事 你去帮我 买点东西 你帮我买 郡主 您要这做什么呀 快去 别问 我马上去 很快回来 马上 就会结束了 郡主 东西我买回来了 你将这张字条 交给王爷 他来之后 将米药 放入他的茶水之中 记住 要稳住心神 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郡主 您要做什么 别担心 我自有分寸 是 王爷 王爷来了 看样子 你的精神不错 有诸葛神医在 我自然没事 王爷 请用茶 你先下去 我跟王妃 有事要谈 你在字条上说 知道害可儿的凶手是谁 至少凶手不是杨洛伊 我很肯定 既然这么肯定 那就拿出证据来 对不起 我骗了你 我并不知道 是谁推可儿下壶的 你瞎药 对不起 我知道 现在要你相信我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 我选择了这个方式 我一定会让你 重新站起来的 这就是最后一阵了 你对我 真的不好 但是 我却还是喜欢上了你 你知道吗 我不叫杨洛伊 我叫瘟疫 可惜 你至于我 就是一场 不折不扣的瘟疫 你又给我下药 你竟又想用这种 下三落的手段来得宠 我的腿 能动了 你 可以做回 那个骄傲的 你了 是在为我支腿 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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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醒醒 怎么回事 他怎么好像 怎么可能 瘟疫 你不要吓我 我刚刚只是一时气氛 我错了 我错了 你醒醒 你看 瘟疫 求你了 求你了 瘟疫 瘟疫 你别死 你不能死 我马上带你去找诸葛明 瘟疫 你终于醒了 瘟疫呢 瘟疫 就是杨洛义 杨洛义去哪了 弟妹 弟妹他 今日下葬 你做什么 大夫说 你还需要好好休息 你放开我 瘟疫还没死 下什么葬 之前 在天狼山 他就已经死了 我确认过 当时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可后来 他又活过来了 这次一定也是这样 他会活过来 你疯够了没有 你这样 弟妹的在天之灵 也不会安心的 我不要他安心 我要他回来 好 既然你不肯面对现实 我让你亲眼去看看他 我没想到 我就以这样的方式 错过了你 喂 毛主任 你不好奇 就成什么样的吗 走了 进京城了 康玉医馆 就诊者日渐增多 现有座堂大夫 已分身法术 特辞成品 坐诊经验丰富的医者 前来坐诊 报仇丰厚 擅长 针灸数者优先 天啊 康玉医馆招大夫 能跟着诸葛大夫探讨医术 还要什么工钱 赶紧赶紧 别挡着我 我要去面试 少爷 今天来应聘的大夫中 没有合适的人选吗 并没有回针灸数值 您确定针灸能救醒可儿小姐 可儿小姐都昏迷多年了 有醒来的机会吗 当年签的腿伤 我与众玉医都束手无策 可是王妃用针灸之术 治好了她的腿 并且功力较至以前 更为深厚 可惜 再也没有她这般出色的大夫了 王妃当年的针灸术 如此高深 少爷能够学到几成 那该多好呀 诸葛大夫 有一女大夫前连应聘 女大夫 嗯 还是一名很年轻的女大夫 年轻女大夫 可能是她吗 于是说 后来进入王府为妃的人 并不是杨洛伊 灵魂已经换了另一个人 就在王爷娶洛藩之前 洛伊曾经回来过 与我们夫妇 大吵了一场 你们答应洛藩 加入王府做侧妃 是想憋死女儿吗 当时 我们以为她只是说说 没料到 那时候 她就存了必死的信 结果 就在你们澄清前两晚 我们夫妇刚躺下 就看到她回来了 感谢弟娘的养育之恩 女儿要走了 老夫亲也看着她飘走 就在老夫的眼前消失 老夫知道 她那时候 已经死了 不不不不 鲜儿 你不要嫉妒 她不是什么帝国间隙 也不是对我有何企图 只因为 她是瘟疫呀 今日之事就之于此 绝不可向外泄露半点 诸葛大夫 可是要小人去回绝 让他进来吧 本王总觉得他还会回来 无论多久 本王一定会得他回来 姑娘 这位就是我们的诸葛大夫 见过诸葛大夫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我叫瘟疫 你叫瘟疫 哪个瘟疫 温暖的瘟 情义的疫 怎么了 难道真的 是他又借尸还魂回来了 姑娘家乡何处 以前可曾来过京城 我长一恶政 年少时随恩师来过一次京城 住过几日 长大之后 并不曾来过了 敢问姑娘的恩师是 说起来有些惭愧 我至今不知道恩师的真名 只是旁人都换他山野大夫 那 看起来这场面试 还要再寂静一会儿 我们可否坐下来再详谈 实在下失礼了 姑娘请坐 请 姑娘精通医术 在诸葛神医面前 岂敢说精通医术 实不相瞒 这一次我入京 也就是想跟诸葛大夫 学习医术 不知道诸葛大夫 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呢 新世的瘟疫 怎会用这样的深情看我 它的医术明明比我高明许多 果然不是它吧 相信姑娘 也看过医馆的启事了 不知姑娘是否学过针灸 学过一二 但不精通 假设 有一位病人 一直头疯疼 该如何下针呢 嗯 头疯痛患者 应该有弹火 风寒袭入 则热愈而头痛 久经难愈 所以患头疯痛的患者 一旦发作起来 痛处往往是难以忍受的 更伴随 鼻目胀痛 头晕等等 用药物治疗 远不如针灸好 这病虽然很麻烦 但是下针 却十分简单 只要在 隔语学下针之后 在百会学再下一针 为期半月 即可病育 这么简单 须知这个病 反反复复 只能抑制 不能治愈的 莫非 就不需要搭配用药吗 嗯 用药也不是不可 固本培圆 疏通血管 药的作用还是有的 不过 是要三分毒 能用针灸治好的病症 我一般不建议吃药 你大概什么时候 能来上工 晚上就可以 可以 弹童 您在家好好陪着毛主任 我要去医馆上班了 温大人来了 不少病人早早排了号 在等着你呢 嗯 我这就去 这几日要注意做西河饮食 哎 好嘞 谢谢温大夫 梁婆婆 您这身体啊 好好的 不用扎阵吃药 你这姑娘啊 心眼好 别的大夫都巴不得多卖点药出去呢 不知温大夫可有心仪之人啊 需不需要老身帮你介绍介绍 不必了梁婆婆 我这一生只想下雨医术 前行研究医学 多多治病救人 积攒福报呢 呦 女孩子哪有不嫁人的 我瞅着诸葛大夫 就跟你很相配呢 哈哈 婆婆 您又说笑了 诸葛大夫找你呢 我就先走了 把握机会呀 竟然还有人想与我作媒 看来我这人缘还是很不错嘛 诸葛大夫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是要你跟我去趟安庆王府 安庆王府 你来京城的十日不多 也知道安庆王府 嗯 知道啊 突然说过不少 说是自从宁安王妃去世后 宁安王爷三年来都没再续嫌 啊 真是个痴情人啊 真是可惜 你可知 宁安王妃的名字 嗯 瘟疫 和你同名 啊 知道了 我不会自称为瘟疫 惹起王爷的伤心事 啊 这些日子来看 他的医术并不比昔日的瘟疫差 但提起千安 他依然能如此淡定自若 看来真的是我斗心了 对了 诸葛大夫 你还没说去安庆王府做什么呢 王爷 语 诸葛大夫 王府到了 诸葛大夫 你可来了 王爷快不行了 自两月前 王爷战场得胜归来 就不断遇刺 今日 甚至伤到了心脏 诸葛大夫来了 王爷的情况 具体如何 剑伤 没有中毒 但这血 再这样流下去 王爷就 让我来 我会风雪止血 这年轻女子 竟会这么高明的针灸之术 比起宁安王妃 也不遑多让了 这世上 真的还有这样的巧合 啊 王爷再是没有大碍了 不知小神医 诗从何处 神医不敢当 家世也只是个香野村医 不足挂齿 王爷 你觉得怎么样了 王爷 你回来了 你是谁 我是抗医馆中的一位坐堂大夫 你叫谁 王爷 王爷怎么样了 王爷 臣妾来迟了 我还没死 王爷 王爷 我只是在 柔飞娘娘放心 王爷已无大碍 只需要好好修养调心 就可以恢复了 你是 她是我医馆 新聘的大夫 温暖 随我一起来的 王爷不许生人 如今即已醒来 你便先回医馆吧 是 那下官也先行告退了 你身体不太好 你回去休息吧 好 臣妾告退 她是真心爱你的 你不该那样对她 我自有分寸 刚才那位女大夫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好好休息 其他事伤好了再说 好吧 好吧 为何我刚刚 会在她身上 看到瘟疫的影子呢 近日在你开的药房的条理下 真觉得舒畅许多了 出口神医的名号 果然不虚传哪 皇上谬赞了 皇上最近忧郁过肾 才导致这同风之症复发 还望皇上为这天下百姓考虑 多保证龙体 这大大小小的果实堆积 又怎能不忧虑呢 居医说 上次嵌儿欲刺 是一名女大夫及时救治 温逸 快跟我走 我衣服快不行了 你慢 慢点 我快喘不过气了 不行 再慢就来不及了 还是来不及了 这朱老将军一生如马 震慑无数边关萧萧 如今 唉 大梁之痛啊 朱老将军还有一位孙子 听说无疑无血 如今失去老将军的庇护 也不知该如何出事 将军府血脉单薄 老将军生前战功赫赫 既然是将军的唯一后人 想来皇上也不会亏待他的 王爷 参见王爷 此处不必多礼 王爷 王爷 我最近特别想回到我们的时代 内力的日子也是总不顺心的 可是我想回去 我又何尝不想 可是这事 连我师父都无能为力 王爷 要不我们试着去跳崖 试着去跳水 那些小说漫画 不是最爱这样的桥段吗 兴许真的 一醒来我们就回去了 若真像你说的那样 我这会儿早就在吹着空调的房间里 装着网了 唉 在这一世 义父是对我最好的人 如今他不在了 我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我也知道 在这一世我们就是无根之平 可是 只要活着 就还有无限可能 嗯 真是的 我一个大男人 最后居然还有一个女人来 我知道了 我会去找我的无限可能的 嗯 出病的时候 你要负责抱着灵台走在前头 现在收拾一下 我们过去吧 其实你还放不下宋云谦吧 这三年来 你一直从我这里打听他的消息 啊 你想多了 我回来只是为了将他三年前没有跟着的腿伤彻底跟着而已 毕竟我是个医生嘛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既然能来劝我 为什么自己去想不通呢 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你还可以 珍惜当下 王爷 您之前受的伤还需要休养 其实不必 朱老将军 曾是本王的老师 来他灵前祭拜 本来就是应该的 哦 那是 啊 怎么回事啊 这轮椅 与当年瘟疫送于我的一模一样 王爷 诸葛明医馆的那名大夫 怎么会在这儿 见过王爷 王爷怎么来了 院中的那把轮椅 那是我之前为义父所制的 王爷对这轮椅有兴趣 三年前 你没有给人做过这样的轮椅 三年前 有一个女子 说她夫婿与双腿残颈 无法走路 恳求我将轮椅让给她 当时我见她对夫君情深义重 又哀笑了我半日 便让给了她 她说我是她夫婿 可我做了什么 啊 老朱 啊 怎么了 我们结婚吧 喂 我把你当兄弟 你竟然想伤我 哎 你不是我的菜 我也不是你逃避的办法 那我还能怎么办啊 那我还能怎么办啊 好嘞 谢谢文大夫啊 你跟我去王府吧 签不太好了 啊 王爷 她之前遇刺的伤还没好吗 不是 她的伤好得差不多了 但她双腿有些麻痹 使不上力气 果然 三年期限到了 她的血脉运行 开始不通畅了 走吧 你来了 参见王爷 参见王爷 不必多礼了 你来给本王瞧瞧 本王的腿到底怎么了 啊 这些伤疤 这是之前 战场上受的伤 是本王自己砍的 这双腿 害死了本王最爱的女人 你疯了吗 啊 对不起 是我顺利了 我去为王爷捡药 她 难道 我在做什么呀 我有什么立场打她 等等 你放开我 告诉我 你是谁 我 告诉我 你的名字 温义 我叫温义 温义 啊 宋云谦 我没想到 这三年来 她过的是这种日子 你 你是因她而死 她又怎么能过得好呢 啊 不是的 那不怪她 我当时本来 就命数已尽了 命数已尽 什么意思 这件事很难解释 不过你们是如何知道 瘟疫这个名字的 三年前 我们就知道了 啊 你的意思是 连皇上皇后 都知道我不是洛伊 洛伊 洛伊死时 魂魄去跟父母告别 你大概 也是不知道的吧 侯爷说出此事后 国师却核实了此事 哼 在古代这种情况下 真的不会被当成妖魔禁猪笼吗 总觉得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先去休息吧 我在这里守着她就行了 我这三年过得也不好 总惦记着你的腿伤 当年 我虽将你的学费冲开 你能重新走路 但是也只能维持三年 三年后 你会续起雨色 我回来 就是因为要继续替你制伤 虽然不知道 回来对不对 可也没有选择了 也就是说 若本王一直好好的 你便不会回来了 你醒了 在你跟诸葛说话的时候 就已经醒来了 只是 本王还没想到 怎么面对你 我不在的日子 好好保重自己 你就要走了吗 我不会离开这么快 你的腿要治疗半月 而且 我也想为可儿诊治一下 安琪睡一觉 我陪着你 这是什么乐器 这叫做口琴 是朱将军的义子 朱方元送给我的 三年前 你就和那朱方元认识吧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告诉你 你别说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如果你们真的有什么 刚才的曲子 好听吗 曲子有词吗 我 相分的辛苦 痛得极彻底 乱世重逢 情缘和金贵 感触 也骤然向绝地 结束问心 我都可以多 更会赴汤到火 不积愿 你记得一切 认了坦诚是我期 愿你记得一切 认了坦诚是我期 睡吧 我就在这儿 应该是诸葛过来了 我去开门 千醒了吗 嗯 进来吧 怎么这么早过来 我担心你 就过来看看 你们先聊 我有些饿了 先去厨房 看看有什么早餐可吃 这样的目光 你喜欢瘟疫 对吧 何出此言 昨晚我听到 你与瘟疫的对话 你分明早就知道是她 唉 我也一直没有确定她的身份 直到上次她来王府 为遇刺了你治疗 王爷 柔飞娘娘不必担心 王爷已无大碍 在那之前 并没有任何人告知过她 柔飞是谁 那你当时为何不告诉我 想必你也发现了 王爷 闻义 柔将军之子 朱方元的关系亲近 两人三年前就相识 他回来后又隐藏身份不愿说明 我怕你空欢喜一场 你是想说他一直在愚弄本王 是本王在自作多情 钱 他没有愚弄你 他从来都不是杨洛依 是啊 他不是杨洛依 他和本王没有关系 那你就可以去追他了 去啊 倩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早已经叫做人妇 他都不能缺带没有 我怎么在做人哪 你倒什么 你真以为我还收拾不了你了 让你废话多 身体是自己的 自己都不爱惜 还剩我谁来爱你 放开我 果然 你不能说话的时候 可爱多了 好啦 不气你了 我们只剩半个月的时间 好好相处吧 你竟然偷袭 我早已经 嫁做人妇 是因为三年前 我就当自己 是你的妻子了 前 我是一个已死之人 那回来一次 已就是上天额外施恩了 我始终是要走的 你为何一定要走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会 混混在洛伊身上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 我是一缕 时空的游魂 因缘际遇 重生在杨洛伊身上 我也以为自己 自己可以 潇洒地再活一次 可实际上 我与杨洛伊的身体 并不契合 所以伤口溃烂 无法痊愈 你看 这一次还是一样 那 你最终会怎样 会死 不可能 一定有法子的 没有法子 我师父都没有法子 况且 事不过三 这具身体 若再留不住我的灵魂 便再没有 解释还魂的机会了 本王不信 天下能人意识何其动 我们去找国师 一定有办法的 你的伤害没好 别乱动 你再这样 半个月后 我立马就走 好 我不动 你也不许走 我告诉你这些 只是想让你知道 哪怕我不在你身边 我也希望 你好的 再别像过去三年这样了 不管如何 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 本王都要你陪在身边 生死不利 那你之前回了隐姓埋名的 是为了哪般的 我也没有隐姓埋名啊 只是事情 都不往我想的方向发展 我也没办法嘛 你就不怕你再挂掉 再重复这三年 我 只想抓紧眼下的日子 哎 罢了罢了 你们俩都是疯子 以后我住在王府 就让探头和毛主任 陪着你这只单身狗啦 滚 烧死你们这些异性恋 师父说过 我靠近宋云谦 就会沾染上不好的因果 但我还是 想顺遂自己的心意 就让我 认兴这一次吧 这么大的雨 你怎么过来了 今日夏朝回来 你便一直郁郁不乐 是朝中出了事 别乱想 太平盛世 哪里有什么事 真的 是不是因为 这场无法停下的大雨 到底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自我回到王府后 便开始大雨连绵不断 我又是国师 曾推断的一世女子 自然 是红颜祸水 但是还怀疑不到你头上去 今日父皇照我等 在御书房商议此事 国师说起 你昔日之事 说你死的冤枉 昭示天悦 那要怎么做 国师说 要立本王为太子 封昔日年安王妃 为太子妃 这样才能告慰 安宁王妃在天之力 她此举何意 父皇此后 怕是要与我心生嫌隙 你最好 早早向你父皇表明 你无意皇位 否则怕因此 祸端不断 你的意思是 不想本王做皇帝 你想做皇帝 这不是我说了算 出身帝王家 有些选择 是早已注定了的 到底想去 张义仲的皇位吗 也好 哪怕以后我不在了 若三公六院陪着 她也会过得 很美满 一群饭童 不过是小小一城 雨灾山红 你们都拿不出几句方案 朕养你们喝哟 皇上息怒 请皇上保重龙体啊 诸葛大夫 皇上的头痛症犯的厉害 让你立刻入宫 皇上 诸葛大夫到了 民女参见皇上 这位女子是 回陛下 这位就是之前 陈相您提过的 擅长针灸的大夫 名叫温暖 她有法子 为皇上彻底治愈 头疯之症 那你过来 替朕瞧瞧吧 是 皇上感觉如何 嗯 疫情不怎么痛了 接下来继续施针十日 再配一趟药 皇上这头风症 便能痊愈了 听说你最近住在王府 提克尔治疗 民女不过是 一针九之术 辅助罢了 只要还是诸葛大夫 医术高明 你也不必谦虚 你今日为朕 缓解了这头痛之症 朕要赏你 小得子 看赏 把汉南国进贡的那串 珊瑚手串拿过来 谢皇上 天色已晚了 不如留下来 陪朕用完膳再走如何 皇上好意 民女不该退去 只是看这时辰 也该回去给可儿小姐施针了 也罢 在大夫的立场 还是病人最重要 来日方长 你且回去吧 民女告退 微臣也告退 怎么这么久还没出来 来了 小心临到雨着凉 赶紧进马车里 皇上之前 向我拾问过你的来历 虽然我糊弄过去 但你之后还是要小心 不要在皇上面前露出马脚 如今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 除了只一个的嬷嬷和小菊 便只有我们二人 务必保密就是 还有一个朱方元 文艺 那朱方元是可靠这人吗 与我是挚友 是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你如此笃定 自然是好的 但嬷嬷和小菊 以防他们无意间露了嘴 还是赶紧送走为好 这下了半个月鱼的雨 总算停了 娘娘 你也应该多出来走走 总待在天兰阁怎么行 今天这院子的景色确实不错 也不知最近王爷身体如何了 去看看吧 你应该快醒过来了 我还要留在这里多久呢 这么晚了会是谁呢 若非娘娘独自一人 请问何事 本妃可以进来说吗 娘娘请进 怎么不见嬷嬷和小菊啊 嬷嬷年纪大了 前些日子 王爷给了她些银子 让她回家安享晚年去了 小菊也因此生了趣意 王爷果然对着温大夫有心了 这里明明是姐姐的院子 如今让她住下不说 甚至还为了她 将姐姐留下的人遣散 不如本妃再给温大夫 派几个知识压混过来吧 就小菊一人 怕是照顾不周啊 不必了 小菊很是伶俐 况且我身边事不多 既然如此 我也不必勉强 可这只一格虽好 但毕竟是旧人住处 要不要本妃 另外为你安排一个新的院落 看来 她今日直来 试探我与宋云谦的关系的 多谢若飞娘娘费心于我 但我只是暂住在王府 实在不用这样周折 那 温大夫 何事 可儿小姐醒了 王爷让我叫您过去 若飞娘娘 我 去吧 可儿是王爷心里 除了姐姐以外最重要的人 她的事更重要 你果真确定当时是杨洛怡推你下水的 还能有假吗 我记得清清楚楚 当日的丫鬟都可以为我作证 听说可儿姑娘醒了 这位是 这是温义温大夫 你能醒来 多亏了她 谢温大夫救命之恩 非我一人之功 也幸亏有诸葛大夫的药物治疗 诸葛哥哥哥我已经谢过了 所以还是要谢谢你啊 方才听你说 失足落水的原因是宁安王妃所致 宁安王妃 师兄 你竟然还娶了那个心思歹毒的女人 可儿 你方才醒来 此时我们容后再说好了 这当中 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在杨洛怡的记忆里 的确没有推过可儿下水的画面啊 我这四年都这样了 还能冤枉她不成 可儿才刚刚醒来 不要太刺激她了 可儿对她来说这么重要吗 既然如此 民女告退 师兄 杨洛怡呢她在哪 我要问问她当年为何要那样对我 好了 可儿 这一切已经没有追究的必要了 杨洛怡三年前已经死了 师兄 你说杨洛怡死了 嗯 可儿你刚醒来 好好休息一会儿 师兄还有些事需要处理 师兄 诸葛哥哥哥 师兄好像很在意那个温大夫 因为温大夫之前治好了牵的腿伤 师兄之前受过伤 这几年好像发生了许多事 诸葛哥哥哥 你跟我说说吧 我迟早会离开 如果以后有可儿陪着她 至少她不会再重复这三年来的日子 真心话 你怎么来了 可儿 你刚才说的真心话 不是 可儿的父亲是我的师父 我从小与她一同长大 情同兄妹 师父临走前嘱托过我 好好照顾她 因为我没有照顾好她 让她昏迷了四年 我对她是有愧疚的 但是 我看过杨洛依的记忆 的确不是她退可儿下狐的 我信你 但这件事 再追究起来 已经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是杨洛依的话 那么就只能是洛凡了 但我不能怪她 说到底 这一切还是因为我 这几年 你 与杨洛凡 在你 在杨洛依死后 她就独自搬去了丁兰阁 很少见到她 因为怕想起你 我也不愿见她 我一直很想知道 你当年是什么时候 孵到杨洛依的身体的 嗯 那个 我难道能说 是你与杨洛依第一次 那啥的时候 所以最开始就是你对吗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样就足够了 哪怕我 已经不能再陪你多久 时候不早了 我们回去休息了吧 好 文艺 我原以为 你不会再回到她身边 皇上 今日便是一个疗程结束 只好只需要加以药物调理 您的头痛之症 都不会再犯 哈哈哈哈 这段时日 真是辛苦你了 温暖 民你为医者 医者治病 是应该的 朕想起来 以前也有一女子 医术如你这本高明 名字 名字也和你很香 他叫温妮 你说巧不巧 哎 当初就不该偷懒 随后变了这个名字 天下之大 无其不有 有这样的巧合 其实也不算奇怪 不知那女子 现在何处 民女学医以来 很少遇到女大夫呢 她 已经不在了 民女多言了 无妨 这段日子 朕一直想问你一句 哦 皇上请说 嗯 你怕我 皇上天微凛然 民女 先存敬畏 敬可疑 畏 大可不必 你是个聪慧的女子 在这皇宫之中 嫔妃没有你 这般贴心结语 太疑没有你 艺术高明 之前问过诸葛明 他说 你尚未婚嫁 所以 你是否愿意留 皇上 国师求见 他来做什么 告诉他 朕此时无瑕 国师前来 必定有钥匙相伤 民女告退 这丫头 跑得真快呀 皇帝刚才什么意思 他不会 是想收我进后宫 怎么这副神情 刚才出什么事了吗 参见陛下 朱宝 找我有何事 之前您让臣做的占卜 已经有结果了 结果怎么样 他身上 的确有义士之魂 也就是说 他很有可能是温宁 不无可能 这义士之魂 乃天生奉命 为保我大梁的繁荣昌盛 皇上不妨再考虑一下 立宁安王爷 为太子之事 此事荣厚在意吗 是 臣 告退 朕尚出状印 难道就不能靠自己 守住这大梁的长生 你的意思是 父皇对你有义 至少从他之前的表现来看 是这样的 难道你为他治疗的过程中 做过些什么 让他误会了 我能做什么 就是针灸和按摩 按摩 按摩何处 头和颈椎啊 古人 我知你为医者 不太避讳这些男女之亲 可是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已经算是亲密之事了 这算什么男女之亲 你要我那个时代的 男科女大夫 和妇科男大夫怎么办 男科大夫 连病人的私密部位 都会看呢 你那到底是个什么时代 不许回去了 你这是 在吃醋 本王没有 可其实 我很想回去呢 你究竟来自哪里 一千年后 温大夫在吗 我是渴儿 诶 师兄 你怎么在这 你身体还没好 不好好修养 过来这里做什么 我已经没什么事了 不用再天天躺着 况且那伊兰阁 一个可以说话的都没有 你和温大夫 你和温大夫 不对 我是不是应该 改口就嫂子 这几日你都在 你找我 你找我什么事 哦 是这样 今日正好尝到了这玫瑰酥 味道极好 所以想着 也带过来给温大夫尝尝 好好向温大夫道个谢 最重要的 是找温大夫说说话 不然我可真要在 伊兰阁闷死了 没有打扰到你们吧 没有 你不是还有事吗 难道是想聊些 女儿家的私话 对 我还有些军务需要处理 就先走了 你们聊吧 关于我的来历 还是不要与她说太多吧 温大夫 既然你与我师兄关系亲近 不如我以后 就叫你温姐姐 好不好 多你这么个聪明伶俐的妹妹 我求之不得呢 吃了这块点心 我们以后就是姐妹了 好啊 好不好吃 嗯 好吃呢 是吧是吧 这可是爹南进宫的新鲜食材制作的呢 这几日 怎的不见你入宫 民女觉得 皇上应当亲救民女 没有入宫才是 这样代表皇上的龙体安康 一见大好 朕没觉得大好 如今 朕头缝又犯了 你来为朕按摩一下 皇上头风发作 自然是血液运行不畅通 按摩是无用的 只能针灸 朕 不需要针灸 朕问你 朕问你 你跟亲儿是什么关系 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了 还是一开始就没有放下怀疑 总是要面对的 民女 民女与王爷 并无任何关系 抬起头 看看朕 皇上的意思 民女心中明白 民女很感激 皇上如此爱重 但是 民女认为 两人能够走到一起 必须互相深爱 民女敬重皇上 但是仅限于镜中 并无其他 哼 不要不识好歹 这天下 有多少女人想得到朕的喜爱 朕都不屑一顾 莫要试图挑战朕的怒气 后果 你未必承担得及 不外乎是一死罢了 你的意思是 你宁愿死 也不愿意入宫 如果朕执意要封你为妃 你又等如何 那么 皇上此生都不会再见到民女 朕给你三天的时间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朕等你的答复 希望 你不要让朕失望 无需 别不是好歹 有些事 总要深思熟虑过才能透彻 民女告退 怎么回事 大仙已至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 跟她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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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